好 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呢 就是目前停靠在日本横滨港的游轮钻石公主号 确诊的病例呢 持续的攀升当中 原定在明天呢 本来要派华航飞往日本接回台湾的旅客 但是现在又传出了变数 那么最快呢 这个包机可能会落在2月21号 或者是2月22号才会把人接回来 那么驻日副代表蔡明耀就在LINE的群组上 告诉旅客说 目前呢 还有两名台湾人没有完成筛检 所以这个包机不得不延后两到三天 蔡明耀也透露了 部分的旅客其实不愿意搭包机回台 有人担心隐私曝光 有人则是因为有日本还有亲人在 也不急着回台湾 但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宣布钻石公主号邮轮已经是武汉肺炎的疫区感染区了 所以船上的旅客还有工作人员 如果想要回到台湾的话 那就一定要搭包机 而且呢 要遵守相关的隔离建议措施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台湾人要透过包机方式接回来 驻日代表处已经跟日本政府接洽 原本安排华航19号包机前往 不过计划得再延后 驻日副代表蔡明耀在LINE的群组发讯息 告诉邮轮上的台湾旅客已经跟日本政府交涉 配合防疫措施确保大家健康安全回家的日子近了 但因为还有两个人还没有完成武汉肺炎病毒筛检 因此包机延后两到三天 目前正在继续跟日本交涉 希望能够早日能够完成筛检的动作 然后让他们的早日一天 早一天全体都能够回到台湾 天文中处感性喊话 因为船出有台湾旅客不愿搭包机回台 有人担心隐私曝光 甚至在城市中表明返台之后需要隔离 都让旅客却步 而包机也没有强势力 一定要大家上飞机 该邮轮自即日起列为武汉肺炎感染区 船上所有我国国际的乘客 和旅客及工作人员如意返国 必须依指挥中心安排 统一搭乘包机回台 并遵守相关隔离检疫的措施 宣木板邮轮是为武汉肺炎感染区 因为邮轮上有22名台湾人 两名船员也是台湾人 其中四人确诊 两人有症状 两人没有症状 到时候包机返台 隔离措施不敢大意 那如果要进到我国境 那外国人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适当的限制 跟适当的处分 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要配合我们的隔离检疫措施 那比如讲说我们会把他送到医院里面来做评估 或者他下机的时候 我们跟他做的一些的检疫措施 那必须要符合 如果他感染 就必须要受到约束 要留在医院里头接受治疗 到解除隔离 就算返台也遵守防疫措施 包机最快21号出发 接回台基旅客 各国陆续包机接回自己国人 而邮轮上的台湾人 当然也希望赶快离开海上最大疫区 回到台湾 记者综合报道